今天呢,聊一聊这个COVID-19 这个新冠的两种药 前两天这个西东 拜登又感染了新冠 所以说呢,新冠并没有消失 也永远不会消失 所以说呢,忽然想起来 最近我也接触了 有两种治疗新冠的口服药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信息 其实啊,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预防 什么来预防呢? 疫苗,现在还有疫苗 如果你想不想得新冠的话 比较担心的话 就打疫苗 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后 在这个Flu vaccine 就是说流感疫苗里面 会不会把新冠的这病毒里面也加进去 如果接在一起 就比较简单了 打一针就够了 如果不行,还得分着打 最近我也不知道 没有查这些消息 回归正题 这个两种药 有一种就是说Paxlovid 这个很早以前 在几年前 就是中国在刚开放的时候 美国这边也是 刚 紧急的 Emergency Use 是紧急的应用 并没有被FDA 批准 我常看到的就是Paxlovid 当时呢 美国这边还没有宣布 这个疫情 这个pandemic 结束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药呢 在美国的这边呢 是免费的 谁掏钱呢 政府掏钱 药是免费的 药是免费的 但是啊 你要付医生的费用和这个 如果是去Pharmacy 就是 药剧师 Pharmacy 费用 有个咨询费要付 但是药本身是免费的 最近呢 我看到了另一种药 接触到了就是这个Lagervio L-A-G-E-V-R-O 放大一点 两个 放大 right OK 左边这个 Lagervio 右边这个 Paxlovid 我还是用我这个Micromedics Drogdex 我们专用的一个茶药的工具 给大家对比一下 Drog comparison 就是说两个 对比一下 两个药 你要用哪个 我的这个哥们跟我说 中医就是好 中医讲究的 以前的中医就是好 现在讲究不行 以前中医是讲究一人一发 现在中医不行了 就是说现在的中国那边也许好像还没有药 还是这个莲花清温 大伙都喝莲花清温 为什么不管用 也许管用 不管用的话就是为什么 因为不是一人一发 这是他的观点 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所以说呢 我对比这两种药的目的呢 并不是说一人一发 一人一发 在这个 怎么都不能成立 在从经济方面和科学方面 都很难实行 但是呢 还是 这两种药 既然都有 可以做一下对比 并不是一人一发 但是呢 可以选一个自己 对自己最合适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药 Legabriel和Paxelovia right 他是这个 从这个 就是 两个列出来 这是 Monopylware OK 这个是 Nemetravir 和Retinovir 现在说一说 这两种药的 明面上看的 这个优缺点 这个Paxelovia 是两种药 你如果买来的时候呢 去药店去来的时候 是这个 药里面 含两种药 你要两种药 一起吃 但是这个 Legabriel 就是一种药 都是口服药 是一种药 相比起来呢 左边这个 Legabriel 比这个Paxelovia 来的要简单一些 简单一些 然后呢 看一看这个 Adult Dosing 成人的 这个怎么吃 这些一些 啊 就是说 一些对比吧 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重要要说 咱挑重要的说 简单 我想走 我想走 我把我这个 头像放上去 比较碍事 Yeah All right All right 他们的作用 他们的作用 看这里 左边是 Legabriel 右边是Paxelovia 左边 Covid-19 从中度 就是Mild to Madrid 就是中 中间那部分 不是特别 不是轻症 也不是重症 就是比较中间的 但是呢 病人是这个 非常是有 是这个 有这个 这个 非常危险的 high risk 就会 会转化成 就是说 比如说有基础病啊 会转化成 这个非常严重的 这个新冠的 这个 试用 800毫克 每天 每12小时 15天 15天 和食品 或者 不和食品 你以后 无所谓 无所谓 就是说 你一旦 一旦 就像这个 细综式啊 或者 你一旦被这个 确诊了 你是这个Covid 就是说这个 新冠感染了 在5天之内 就要用 就要用5天之内 Right 然后呢 如果你忘掉了 就会 我这个时候没12小时 我这个12小时 我一睡觉 睡过了 一打个嘴睡过了 就说在10小时之内 在10小时之内 再吃一粒 再补一粒 所谓 不要double dose 不要说 我这个少吃了一次 然后我就 再这个 吃两次 你就按照10小时 如果在10小时之内 你就吃一次 然后再过10小时 再吃下一次 是这么个 这么个意思 如果超过了10小时 就让错过去 就完了 就直接你就奔 下一次吃的事 就行了 然后 看这边这个 这个Paxelovic Paxelovic Paxelovic也是 刚才是一样 就是中症患症 轻中症患者 还是这个 你有基础病 是这个 有这个高危险 会变成这个 重症的话 吃这个300毫克 它是两个150毫克 我刚才说了 它是两种药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然后两个150毫克的一种药 加上这个 这个 Nermetrovir Nermetrovir 300毫克两粒 加上一粒 这个Retinovir 加一起 等于是吃三粒 才能吃 才能吃一次 然后呢 也是一天两次 一天两次吃五天 和食物一起回应 无所谓 还有啊 这比特多了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我这个 新冠已经过去了 Post Covid-19 Symptoms 就是我一变成这个 这个 不是急性的 变成慢性的 这还可以接着吃 这也可以接着吃 它怎么吃呢 就是 也是三个一起吃 两天 一天两次 然后吃五天 不是说 就是说 它是两种用法 再重复 重复一下 两种用法 一种就是说 我刚被确诊之后 不让它这个 中症 轻症变成重症 在这五天之内吃 在这个吃五天 吃五天 然后呢 如果是过了 过了无所谓 你过了之后 我说我还有这症状 你还可以吃 再吃五天 在五天之内吃 然后呢 这是儿童的剂量 儿童的剂量 儿童的剂量 咱就 简单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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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还是什么 然后 这也非常重要的 FDA Label Indication 什么叫FDA Label 就是说已经被FDA认证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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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个 Label 没有 没有FDA 你看这边是空的 但是 Paxlovin 我去年 不是去年 当时这个 几年前看的时候 还是这个 没有FDA认证 只是紧急应用 现在 他已经是被FDA 已经认证了 认证 看 OK Efficacy 都有 都有 Right 然后呢 Non-FDA 就是没有FDA认证的 这个用途 两个是基本都有了 因为这个 Nagivarius 没有被FDA认证 他是 这个 也有 然后呢 Paxlovin 也有 Right 然后 Black Box Warning 都有啊 都有Black Box Warning 我以前说过 Black Box Warning 就是非常严重的 严重的警告 严重的警告 Right 这个呢 严重警告 其实就是说 因为这些药呢 这个防病毒的 Retunivir 其实呢 是治疗艾滋病的一个药 就是说呢 它这个 有非常的drug drug interaction 就是如果你服用其他药的话 它有 作用之间 它有作用之间 Right 这个呢 警告就是说啊 一定要就是 呃 就是严格的审核啊 审查在用的药时候啊 要 要看一看 是不是这个 风险啊 风险 还是 是不是特别大啊 风险就是 就是说什么 benefit always risks啊 就是说 是好数多 还是坏数多啊 人家警告你啊 然后呢 这有 这有一个啊 就这个 啊 Legerville Legerville 它有这个 如果是孕妇的话啊 最好不要用啊 alright 然后啊 contradication warnings啊 这就是对药品过敏啊 这也是 对药品过敏啊 药品过敏 简单 这比较多了 这为什么 这为什么这比较多呢 因为这已经被FDA认证啊 因为FDA已经审核了 这个还没有 所以说呢 没有那么多的数据现在 alright precautions啊 就是说要注意啊 要注意啊 要什么啊 所谓那个Legerville啊 是18岁以下的 不让用啊 还有这个就是孕妇这个啊 然后呢 这个对这个骨骼肌肉啊 会有影响 alright 然后呢 这边这个啊 啊 paxlovia 对肝啊 这个肾 alright 皮肤啊 都有都有影响啊 简单说一下 alright 然后这是啊 孕妇的 孕妇的啊 然后呢 这个比较明显了 may cause fetal harm 啊 就对这个 tire有影响啊 这个呢 fitri cannot be rule out 啊 就是说没有确定啊 不能排除啊 说的比这些要轻一点 breastfeeding啊 那这也不能排除 这个呢 这也啊 这俩是一样的啊 不能排除 right 然后后面 drug into action drug into action 就是你如果吃其他的药的话 会这个药有影响 或者这个药对他 别的药有影响 别的药对他有影响 会有一些这个互作用 相互的作用 在左边这个啊 like Gabriel 里面什么都没有 因为呢 刚才说了啊 这个FDA没有认证 这边啊 列了一大堆啊 列了一大堆 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啊 好 什么都有这里啊 按照字母排列的啊 所以说呢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就是说这个 如果你吃什么药 医生给你开解药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医生 你正在吃什么药啊 还有一个预防的这个方法 就是说呢 尽量在同一个药房啊 同一个药房去用取你的药啊 因为呢 他的电脑系统都存着了你的药 在里面啊 他有一些严重的 相互作用的话 电脑会给这个药剂师啊 给一个警示啊 然后呢 药剂会反馈给医生啊 就是这么什么医生 有可能啊 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 然后再跟医生商量一下 看看你到底能不能用的药 因为呢 最后如果出了问题啊 不管医生单格忍啊 药剂师这个 像我们这个pharmacist 也要单格忍 然后啊 刚才是 这是 这个派斯洛威 我看这边是 对吧 这边是 是major啊 比较重要的 然后有 他分了啊 主重要的 主要的 还有moderate啊 是中性的 然后呢 contrain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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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aindicated就是说 这两个人要不能同服啊 刚才说实实实 有互相有作用 这两个人 现在是这两个人要不能同服啊 这肯定 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电脑系统里 如果在药房的话啊 会跳出来啊 会跳出来 医生呢 一定要看这个啊 在这个 这个 like Gabriel 左边这边 左边这边 你看都是空的 没有嘛 因为他没有被FDA认证 没有足够的数据 这边啊 列了这么一大堆啊 这么一大堆啊 然后呢 adverse effect啊 不看了 我要说 common 肠道系统 2% 3% 然后恶心 然后呢 对这个神经系统 会有这头晕啊 头痛啊 like Gabriel 这边呢 头晕头痛没有 对吧 有这个有diarrhea 有这个 这有diarrhea啊 diarrhea 就是说这个 垃圾啊 那个腹泻 腹泻 3% 差不多 然后 taste sense altered 就是说 你尝不出味道来 5%啊 但是没有什么恶心之类的啊 头 头痛和 和这个 头晕也没有 serious 非常严重的啊 它会有的过敏反应啊 enaphylaxis 就是有极度的过敏这个反应啊 然后呢 这面serious 就是说这个皮肤啊 有steven johnson syndrome啊 就是浑身长满的红疹的斑啊 会致命的 非常非常非常 toxic epidermal neprolysis 这都非常重要 还有肝啊 肝会有这个 hypertitis 肝炎啊 immunologic ok 还是啊 就是有这个 如果对药过敏的话 会有非常严重的这个 反应在你身体上面 right 名字啊 Lagabriel paxlovin 然后呢 它的drug class 就是它属于哪一类呢 就是 抗 病 毒药啊 不是antibiotic 是antiviral 这是antiviral protease inhibitor 因为这是两种药在一起的啊 都需要处方啊 genevic啊 仿制药没有啊 仿制药没有 然后呢 下面这个mechanism of action啊 给你 讲了一下啊 这个大概期啊 其实呢 这个Lagabriel 是叫prodrug 什么叫prodrug prodrug就是说 经过你身体啊 过去之后 然后呢 到了 它要 发挥作用的时候啊 才 变成 它要 发挥作用的这个 模式啊 这种药啊 就是先伪装一下啊 然后到达 这个经过了这个 千山万水啊 造你身体啊 最后啊 变成了这个 可以发挥作用的啊 这个样子 大概其实这意思 pharmacokinetics啊 就是说这个 怎么运动原理啊 这里说一说啊 到你这个 1.5小时啊 到你身体里面 到一个最高的这个浓度了啊 这要三小时啊 所以说呢 因为这是两种药 其实啊 要慢一点 这1.5小时 Right distribution protein binding啊 百分之 这是零啊 这有个protein binding啊 百分之六十九啊 protein binding是什么 protein binding就是说 这药 跟你这个身体里的这个 蛋白质啊 会结合在一起啊 简单来说啊 就是说你的药 跟你的蛋白质啊 就是说它的百分数 protein binding的百分数越大啊 就是到你身体到 就是说 要的有效成分啊 有效率啊 就要降低一些啊 因为被这protein 拌在一起了 就是卡在一起了 你看 其他的才能过去啊 才能释放出去 就是一部分是free的 一部分啊 就是说让那个protein 给抓住 Right 所以说呢 这个paxlovid呢 有百分之六十九啊 就是说 但是呢 protein binding的这药呢 在你体内 停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啊 但是呢 这个protein binding protein binding 高的这个 百分数啊 在体内要长一点啊 在protein binding 是零的呢 在体内停留的时间 就短一点 这个呢 通过这个肾啊 出去啊 所以说 你有肾的问题呢 要注意啊 这也是啊 通过肾啊 还有通过这个排便啊 出去 两个肾和排便 对 啊 这也是一些酶啊 有一些酶 对它有作用啊 因为其他药 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些药 和药之间的有作用的话啊 或者是这个contra decay的话 其实就是这些酶的作用 大部分时间 ok 大部分的几率 right hive life啊 3.3小时啊 这个啊 hive life 6.5小时 刚才说了对吧 因为这protein binding 它的百分之后比较高 所以说呢 在身体内 体流的长度啊 要长一些 这个呢 3.3小时啊 就要短的多 啊 hive life 就是说 叫半衰期啊 再简单说一下 半衰期就是说 经过了3.3小时 在你体内这个药 还有一半啊 再经过3.3小时 还有它的一半的一半 再经过3.3小时 再经过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啊 就每3.3小时 在你体内 它的这个浓度 在你的身体里 就减一半的一半 最后直到啊 它完全消毒在你体内排出去啊 这是6.05小时啊 一半 然后再6.05小时 再另一半啊 大概就这意思 right monitor啊 这个可以用这个管道啊 给你给你用这个tube啊 给你放这个身体里 不用直接口服啊 可以这个 把这个capital 把这个它是胶囊嘛 打开啊 打开之后啊 然后这个用 用放在水里混合一下 然后呢 用那个管子啊 呃食管啊 直接进去啊 在这种这种 right nasal gastric啊 从个鼻子的管啊 跟进去 这种 这个呢 没有啊 这个没有 这只是这个 这个这是这是 呃 typeless 这是药片 不是胶囊的 这不是胶囊的 right 有 go back 两种都是可以啊 和食物一起服 或者不和食物一起服 无所谓 差不多了啊 这个意思 换哪里 monitoring 啊 啊 这是啊 这是胶囊200毫克啊 这刚才说了啊 这是两种药和合体 啊 两种药和合体 啊 这有个毒性作用 这里啊 ase antiviral prutist inhibitor啊 这个因为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这就没有了 right right 所以说呢 做一个总结 简单的总结啊 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病人的话呢 哎 呃 按照这个 如果啊 如果 呃 按照这个 安全方面考虑的话啊 安全方面考虑的话呢 首选 应该是paxlovin 因为刚才说了啊 这个 对各个方面 已经是FDA认证啊 各个方面 这药的 什么毒副作用啊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这个 药和药之间的这个作用啊 还是什么啊 都非常的全面了 已经非常的全面了 这个呢 like gabriel呢 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啊 而且呢 我还发现了一个价钱的方面问题啊 like gabriel 要比这个paxlovin 要贵啊 虽然paxlovin 是 嗯 药片要多啊 要比这个 他要比这个like gabriel要便宜啊 啊 我现在不知道啊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这个 这个医生啊 会给病人开这个like gabriel like gabriel 我以后啊 有时间呢再做一做具体的对比啊 这个为什么 这个 呃 哪些人啊 特特别适用于like gabriel 哪些人特别适用啊 这个paxlovin 啊 我要最后看一看 应该还是啊 根据这个 呃 antiviral 因为这个药呢 这个paxlovin 是治疗这个有一个 呃 retunivir啊 是治这个艾滋病的啊 所以说呢 有可能呢 对这个副作用比较多一些 比较多一些 呃 呃 这个观点啊 这个 呃 虽然是不成立了 但是呢 呃 用药之前啊 可以 先 对比一下啊 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如果你确实是这个 对这个paxlovin 啊 这个你各有各种药啊 而且对这个药 啊 而且有的interaction的话呢 哎 最好啊 也许这个like gabriel 就是这个更好的选择啊 更好的选择 但是啊 还是回过来 再重复一遍啊 按照这个安全方面来讲 这个paxlovin 是已经被fda啊 已经这个认证啊 已经是通过了fda 他有fda这个label use 这个like gabriel啊 还没有